大家好,我是铁方 一直以来都希望大家能够做一些营养菜 主要目的就是让我们吃的更有营养 其实少盐少油的饮食方式也是很常见的 因为口味清淡 对于改善什么血压高的这些现象 血脂高这些现象都有帮助 所以饮食习惯很重要 今天我给大家做的是肉末冬瓜 首先冬瓜要去皮去籽 然后切片 冬瓜切完皮之后我们要上蒸锅 蒸锅过这段时间 我们备点小料 钻切片 葱切末 冬瓜应该已经好了 关火啊 起锅的时候大家注意这里有水 我要尽量把它控出来 放一边 起锅烧油 爆锅烧油 这个肉末用不了这么多 用一半就行 加一点料酒 加一点生抽 加一点蚝油 还应该再加一点糖 这料头炒好了 炒好之后干什么呢 把这个酱汁淋在我们的冬瓜上 再把这个小葱 葱末加上去点缀一番 这道肉末冬瓜就做好了 炒好之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我们身体的正常代谢方式 可您知道不同位置出汗 代表了我们身体里出现了哪些问题吗 就我这个鼻头经常的出汗 你看我这是怎么回事 鼻头出汗 对 这叫什么 有这类问题的人真不少 代谢不畅的身体 长此以往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毒呢 沉积在关节里 关节就会疼痛 就是所谓的风湿病 对吧 沉积在我们的胃业 沉积在我们的肠业里 那我们的人体代谢系统就会有问题 甚至出现水肿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学会正确排汗 排出体内毒素吧 健康饮食 健康饮食服从口入 吃出营养 吃出健康 大家好 我是王振华 今天给我们分享营养菜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 中医营养师铁峰老师 观众朋友 大家好 铁峰 临床医学毕业 中医养生营养师 国家一级播音员 主持健康服务节目28年 同时呢 欢迎我们两位健康观察员 那个两位老师啊 我现在就特别有个事儿挺着急 就是今天咱说该 砸大不了 又摆在面上 对我就等着您一说那天下 我就开始砸了 我一直拿着锤子等着 他现在天天跑着抽奖来 孟韩这事你先别着急 这样咱们一起先到健康社区里看一看 然后再砸那大一句 你把锤先放下 来看看啊 来 臭事儿 嗯 你看这咱俩也吃饱喝糊了 嗯 哎呀 你说不应该陪我干什么啊 嗯 是有个儿撑的 那那那你家的你说了算呗 你说的是打麻将啊 差点是 打不是 也差点是 瞎象棋你也瞎不過我 哎呀 啥呀 人我看著人家說呀 就是說現在 出汗好了 啊 懂我意思吧 啊 出汗呢 我跟你說 現在物體還好 我現在我就 坐這兒啊 我就現在就冒汗呢嘛 你能不能把你家那個 空調給我打 這陽空氣拿去了 省點電 你說你 你跟這空調 什麼關係 打空調你還咋出汗呢 我看網上說 我現在這 這人哪 這每天運動 出一身汗 那手上合格 行嗎 有人合了嗎我 還運動出汗 我現在我跟你說 你看我這 坐著都出汗 還運動我可不運動 你咋就不信呢 你說 我現在天天出去運動 我在外邊有一群跑友的 哎呀 你看這練那這腿的胳膊 你看這這 哎呀嘛 跑步還練胳膊了 倒立的跑 你看得了嗎你別嚇車了 另外我跟你說 我現在我就不運動了 我就坐著 我就出汗 我老伴這香 身上有味兒 這衣服也都歪給我洗了 你說你這 這香香有點味兒能找他得呀 啊 那就哪忍味兒 我跟你說不到一塊句子 那你愛心不信 我愛心不信 我可不跑啊 你要下棋我就拿棋盤 我不跟你跑啊 我跟你說啊 真是 沒有 梁老師 您說他老陳說這個什麼出汗排毒啊 出汗排什麼毒 這我都 我沒聽說過這事兒 我覺得吧應該是像代謝類的那種毒素 因為出汗不也是代謝的一種嗎 像我之前我就聽我媽說啊 出汗就是排毒的一種 對有這個說法 今天我們給大家說排什麼毒呢 排水毒 水毒 其實這個毒呢 主要指的是排除我們身體裡的水 所以這個水 我們身體裡有個非常重要的器官 說到管水的器官 你們能想到是什麼 肾 很多人講都是肾 對吧 有那啥子 其實這事兒是這樣的跟大家講 我要說的不是肾 是肺 你說的不對 肺 跟大家講啊 俗話說肺為水之上緣 你說的肾是下緣 水之上緣 肺它在疏通和調節水液的不舒啊 運行啊 排泄啊 它是非常重要的 所謂宣發 肺的宣發 它要把水液送於全身 怎麼叫送於全身呢 外達皮毛 剛才孟竹說的對 排汗也是代謝的一種 排汗的汗排哪去呢 排到皮膚表面 對吧 這叫外達皮毛 肺主要是管什麼呢 它管塑降的 什麼叫塑降 這個水液向下 向內進行傳輸 這樣才會生成我們的尿液 尿液的源頭是肺 但直接的管理者是肾 如果肺濕宣降 這是一種病激的說法 肺濕宣降 水液無法外達 它無法外達而無汗 無法下溼 則無尿 人就會有水腫 那所以就是說 除了我們身體代謝 能夠排出這種多餘的水 再有就是出汗了唄 對 出汗是一種形式 出汗這事也挺好 不過我比較好奇是什麼呢 就是今天這個大禮啊 它到底是個什麼 能讓我們能出汗 其實呢昨天我還和鐵方老師聊過這個事 這樣吧 我給大家吟詩一首 大家也猜一猜 我們今天的這個主角 它到底是什麼 歡迎啊 謝謝謝謝謝謝 那個這個這首詩啊叫 姓花天 永湯 滿江豆蔻 相思味 蒜雀在春風舍底 江青愛語 消殘醉 憔悴文緣並起 停思記 歌眉送意 記小色 東城夢裡 此台暈淺 相播戲 長段 吹揚小事 很有味道 啊 覺得我這個詞 是不是非常符合 您剛才說的那個寶貝 嗯嗯嗯 有這個意思啊 我知道這寶貝什麼了 我跟你講這絕對是 這個取義名家 人說這個有意味 你又知道什麼了 你跟我說 我我我我聽完最後幾句 我就明白是什麼出汗了 嗯 就是王正華老師去小事兒 喝了碗的羊湯 上北溪游去了 對 發汗嘛 小事羊湯 那跟這蛋有什麼關係啊 是呗 人家前面說的那麼多 你都不聽 就最後一句小事 那宋代哪有本溪小事羊湯啊 是嗎 哦 今天這蛋 要是不讓莫凡砸開 咱這節目現在 沒法正常往下進行 嗯 行嗎我現在可以砸了嗎 特別好奇裡邊 行你砸吧 再不砸我都要砸你了 哎呀這這活可算落我手裡了 排毒路透透 越不越輕鬆 來我砸了啊 哎喲 哎喲 看看這 江嘛這不就是 對 哎喲我天哪 賣這麼大關子 嗯 早朝這活讓給孟渡了 真的 人家孟渡剛才都說了 嗯 人家這位老師第一句就說的江 嗯 你非兵最後一句還長個羊湯 哎呀 小事兒 就是 但是大家也別小看這江 嗯 對吧 江能發汗 它能發散 啊 這大家都知道 但是大家知道為什麼要排汗嗎 對吧 我說排汗 嗯嗯 現在很多上了年紀的人 嗯 即便他沒有做過什麼劇烈的運動 嗯 就說他沒出過什麼很多的汗 嗯 但是你看他身上也有股很濃的味道 嗯 嗯 這是什麼 而且就老人這樣 年輕人不這樣 剛出生的小嬰兒 他身上出的汗你聞的都是香的 對 老人不是 為什麼 其實這就是沉積在我們身體裡的毒素 其實這個毒啊 不是向大家理解的 那麼嚇人 嗯 大郎吃藥吧 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對 它是我們身體裡新陳代謝 它產生的那些對身體沒有作用的物質 或者是有害的物質 我們通通把它稱為毒 而這個我們要做的就是想方設法把這個毒排出來 讓我們的身體更輕鬆更健康 嗯 否則它沉積多了 人體就會有病 在關節裡 沉積在關節裡 關節就會疼痛 就是所謂的風食病 對吧 哦 沉積在我們的胃液 沉積在我們的腸液裡 那我們的人體代謝系統就會有問題 甚至出現水腫 嗯 而且這個肺亞它主宣降 它引發的水腫又分陰陽 比如說 急症 突然間出現的這個水腫 是光亮光亮的 小水泡增亮 嗯 這叫陽液 陰陽的陽 陽液是亮的 嗯 如果是慢性病呢 嗯 老年慢性呼吸系統疾病 累積心臟的時候 它就會出現下肢的水腫 慢慢出現 慢慢出現 這個時候它的水腫特點是陰沉的 會暗的 沒有光澤的 嗯 這叫陰液 哦 陰陽之粉 嗯 鐵方老師可以說是給我們講的非常詳細了 鐵方老師 那您今天必須給我排排汗 是吧 但是我有個問題 我是想問問您 嗯 就我這個鼻頭啊 經常的出汗 嗯 你看我這是怎麼回事 哎 你還別說 嗯 王老師啊 我還真會 給大家解釋一下啊 嗯 這個鼻頭出汗 嗯 不是什麼好事啊 這表情劇烈的 你不 你不 這落差比較大 這個啊 這個我們身體不同部位出汗 代表著不同的器官出問題了 哦 所以您提的這個問題 非常有價值 因為有這類問題的人真不少 哎呦 不但您好好聽 嗯 觀眾朋友也得跟我們好好學一學 哎 大家都注意了啊 這段時間呢 大家跟著我學做營養菜 我今天就可以給王老師挑一挑 嗯 鼻頭出汗 對 這叫什麼 肺氣虛 嗯 肺氣不足 嗯 就特別容易感受寒血 另外就是什麼呢 這個人呢 你看你說鼻頭出汗是肺氣虛啊 嗯 有的人叫胸口出汗 前胸出汗 這是心脾兩虛 汗為心之夜 心氣不足的人 胸口出汗 嗯嗯嗯 更多的人其實什麼 嗯 後腦熟 哎呀我就有這種症狀 是吧 啊沒錯 只不過是什麼問題 需要大家掃碼才能知道 因為節目時間有限 鐵鳳老師呢 不能完全給大家講解了 只要您現在掃描屏幕上的二維碼 發送您的問題 鐵鳳老師就能給您好好看看 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 又該吃什麼樣的營養菜了 排毒路路通 越補越輕鬆 從今天開始 只要您掃描屏幕上方二維碼 添加欄目微信 發來您的排毒需求 就可以收到本次排毒周活動的打卡鏈接 每天跟著節目到鏈接裡進行打卡 八天打卡全部完成的朋友 就能開啟幸運轉盤 大家趕快行動起來吧 鐵鳳老師啊你看今天講這麼多啊 我現在有點懵 就是出汗的道理是好是不好 它能提出這麼個問題 其實它不是出汗不好 而是出汗的第一是位置不對 位置 再有一個就是量的問題 那這就不好了嘛 如果位置也不好量又大 那就不好 其實我們國家啊 很早就已經通過發汗的形式來調理身體了 我說這話的意思知道吧 出汗本身是好的 出多少在哪出 是有說到的 《本草綱目》裡有這麼一句話 說這人啊 體弱煩碳 汗出而靜 他指的就是說 這人發燒的時候 這個身體表面一摸 灼熱燙手 我們可以通過發汗的方式使毒血 隨汗外泄 讓這個溫度降下來 要我說啊 鐵弘老師啊 您看今天我啊 這麼活躍 是不是 我吧 一直也想發發汗 您是不是能給我來個什麼營養菜 讓我今天也發發汗 哎呀 這空調吹的這一天哪 會真疼 難受 行 那就給莫凡今天做一道 能夠排除體內水毒的 薑絲燜雞 大家好 我是可欣 今天的這道薑絲燜雞 由我來為您製作 它用到的主料呢 就是淨雞一支 啊 大家看這邊呢 還有很多薑 薑絲燜雞啊 咱們這個薑的量要大一些 首先 我們先將雞 剁成大小均勻的塊狀 現在呢 現在呢 我們將剁好塊的這個雞肉 放到盆中 進行調味 我們將雞肉內呢 加入料酒 生抽醬油 蠔油 蠔油 白糖 鹽 雞精 白胡椒粉 香油 香油 抓拌均勻 拌勻以後呢 我們醃製三十分鐘 將薑去皮 將去好皮的薑呢 切成粗一點的薑絲 現在起鍋點火 下入色拉油 油熱以後啊 我們下入薑絲 把薑的味道啊 炒出來之後 下入剛才醃製好的雞塊 連桶湯汁一起倒入 烹入料酒 加入少許的清水 燒開以後 轉小火 加盖燜至三十分鐘 好 時間呢差不多了 咱們改成中火 收汁 關火 最後呢 我們撒上一些香蔥末 今天的這道薑絲燜雞 就為您製作完成了 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 今天鐵魂老師為大家做的這道薑絲燜雞 您可以立即掃描屏幕上的二維碼 將自己的營養菜 以照片或者視頻的方式發給我們 將有機會參與我們 將有機會參與我們的節目錄製中來 更有超多現金紅包等著您 如果您也想吃出健康 那麼就請跟著我們一起 每天學做一道營養菜 排毒錄路通 越補越輕鬆 從今天開始 只要您掃描屏幕上方二維碼 添加欄目微信 發來您的排毒需求 就可以收到本次排毒周活動的打卡鏈接 每天跟著節目到鏈接裡進行打卡 八天打卡全部完成的朋友 就能開啟幸運轉盤 大家趕快行動起來吧 健康飲食服從口入 吃出營養吃出健康 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如果您還在為每天吃什麼而煩惱 您可以立刻掃描屏幕上的二維碼 關注我們的電子菜單 讓您吃出營養吃出健康 真的鐵毛老師 看完您做這個菜吧 我現在特別想嘗一嘗 它的薑味是不是特別濃烈 我不是特別愛吃薑 現在我就趕緊都熟了完事 我就準備去吃 我現在有這麼個衝動 你能不能不要只顧著吃 咱們這麼事還沒幹呢 要提醒咱們的觀眾朋友們 今天的打卡活動可別給忘了 我來告訴大家 我們這幾天的一個活動 究竟該怎麼參與 首先呢我們在每期的節目裡 都會教大家做一杯排骨水 就只要您跟著我們的做法 然後把成品拍照發給我們 那就算您打卡成功了 每打卡一次呢 就會點亮一杯水 等你點亮所有的水 那就能夠參與我們的 幸運大轉盤活動 這一次的大獎可是好東西啊 大家趕快行動起來吧 鐵風老師 今天您這個薑絲燜雞啊 我就覺得亮點在於薑 對 不過呢好像這個薑絲燜雞 並不是適合所有的人吧 可能就像莫凡說的 有人不愛吃這個薑味 對他就說不行 但是我想問問正方老師 向上門講說學鬥唱 對 那你知不知道我給大家做營養菜 它也有四字訣 監主烹炸 應該是這個吧 是吧 您是中醫營養師 您看我說的對不對 中醫營養師如果 天天講的都是監主烹炸 那我就不是營養師 我是大廚啊 我說你說 這是大廚門裡的事啊 對不對 寒熱虛實 寒熱虛實 對 寒熱虛實 中醫營養師 他解決問題必須要看這幾個問題 今天給大家講排汗 排汗就分證形 就是您說的這種情況 這個比如說 風寒風熱 排汗方式是不一樣的 你像風寒 風寒就是像孟竹剛才說的那樣 一場雨拍了 在什麼樣的季節上雨拍了 枯暑的時候 或者是這個 秋涼之際 九十月份 天 早晚挺涼 但雨還是很多 突然間讓雨把身子叫透了之後 它是寒涼入體的 這個時候這叫風寒入體 用什麼 用生薑 如果是風熱呢 風熱就不一樣了 風熱得搭配點良性的食材 比如說得加點薄荷 你看我們今天這營養菜 首先它通過姜 促進血循環 使全身發熱 有助於我們身體排汗 來驅逐體內的風寒 為啥用肌肉啊 薑的發散作用是非常強的 而肌肉是溫性的東西 它就能夠在我們發散的時候 給你往回拽一拽 它肌肉能溫中補脾 一氣養血 不然都散出去了 對不對 手裡身體裡不啥還沒剩下 要不說鐵鋒老師 怎麼是這方面的專家呢 是吧 我們平常老百姓在家做菜 只知道是什麼東西好 那就自己做 但卻不知道怎麼正確的搭配 這也就導致了往往是越補越差 專業的事還是需要交給專業的人來幹 不過我們今天的主要目的呢 是給大家排除體內的毒素 我想考考鐵鋒老師 除了吃以外 我們還有什麼方法 能夠排除體內的水毒呢 唉呦我想發個言 你想搶答他呀 其實我覺得吧 您看啊 現在很多老人就是在公園裡 做點運動什麼的 這算不算也是一個發汗的方式 是吧 你們說的是對的 運動確實是非常重要 生命在於運動嘛 對 運動是非常重要一環 但是話說回來了啊 飲食和運動要搭配在一起就更好了 就要管住嘴 賣開腿 所以一定要多出點汗 這個但是呢 對於有些人他天生他就不愛運動 或者是不適合運動 你可以做到汗症 你看我這前段時間感冒了 嗯 怎麼一下就好了 嗯 現在雖然有點鼻音啊 但是嗓子都不疼了 嗯 就是做了一個汗症 嗯 促進排汗 我們大家平時除了運動之外 也可以按按什麼呢 自己的血位 這是中醫最擅長的 這些對我們身體都有很大的幫助 嗯 我今天可以教大家一個血位 嗯 可以按一下 哪個血位 極拳 極拳 極拳在哪 在液窩之下 這個地方是人體主要神經和血管的汇聚之所 這 在格鬥這一門裡 這是藥學 哦 重重激胆 可以讓人猝死 哦 哦 說這個位置是什麼呢 因為這個地方的血管 神經 淋巴組織特別豐富 啊 那麼我們按揉這個位置 就能夠很好的促進淋巴組織的血循環 如果按摩好了 它就能夠更進一步促進我們身體裡 睡毒的排泄 嗯 這個方法我覺得還特別好 咱們大家的這個觀眾朋友們都可以來嘗試用一用 很簡單 對 那其實我們今天微友呢 也特別的活躍 我這就有一位微友 他叫做追光人 啊 他說今天鐵峰老師這個江絲燜雞啊 有沒有什麼需要禁忌的 就我們需要注意的呢 啊 什麼都有禁忌 嗯 這剛才一直在跟大家講這個水毒這些事啊 沒來得及說 正好你問一下這事啊 跟大家說一下啊 很多人習慣吃飯的時候吃點大蒜 嗯 下飯 對 對 對吧 但是 雞肉跟大蒜在一起不合適 為啥呢 大蒜呢 是新熱之物 它的主要作用是下氣消補 除風殺毒 這是它的作用 嗯 啊 而雞肉是呢 雞肉是乾酸溫補的東西 他們倆在一起啊 功能 哦 哦 所以不適合把它們倆搞到一起去啊 你看這雞肉怎麼做都有 你聽誰說拿蒜蓉做雞肉 嗯 哦 對還真沒聽說 而且雞肉不能跟菊花搭在一起 哦 菊花和雞肉碰在一起真的能中毒 嗯 但這個中毒也不是說大狼喝藥吧那個 那沒那麼烈 嗯 但是上吐下泄是可以引起的 哦 那這麼說大家以後啊可要注意了啊 嗯 可不能喝這個菊花茶吃救雞腿 嗯 這兩個搭配在一起不好啊 哎呀 對對對混搭也不對啊 是 這個可以告訴大家有一款茶 嗯 這剛才張華老師提到了啊 拿菊花茶救雞腿不合適 嗯 今天給大家推薦一款茶 嗯 能跟著雞腿一塊用 那是什麼茶呢 排毒水 排毒水 這是今天的排毒水 哎呀等了這麼久您可終於說了 我聽聽 到底它是個什麼茶 哎這個茶呢跟我們今天主題有關 那是 您那首詞裡有 是嗎 江杏茶 杏仁25克生薑10克啊 加點鹽加點甘草 甘草有5克就可以了 嗯 甘草這個東西能喝百藥啊 嗯 嗯 一泡就可以了 基本上一天兩次吧 對我們排水毒是有很好的幫助 那麼今天鐵草老師要交給大家的排毒水 就是這個江杏茶了 沒記住的朋友可以立即掃描屏幕上的二維碼 同時還要提醒大家 千萬別忘了參與我們的活動 參與每天的打卡 這樣才能得到我們的神秘大力 那麼今天的時間有限 今天的節目到這兒就要和大家說再見了 讓我們明天的同一時間 再見